少夫人 阿儒低声唤道 齐悦扭头看她笑 还叫我少夫人 阿儒看着她也笑了 娘子进去吧该吃饭了 齐悦挽着她的手 好让我看看阿好的手艺长进了没 娘子你又笑我我真的长进了 阿好的声音从后边传来 她亲手捧着一个石盒 身后两个婆子也端着两个 含笑过来了 元宝看着众人走进屋内 明亮的室内传来热闹的说笑声 她也忍不住咧嘴笑了笑 转身将门插好 两边店铺彻底交工 齐悦付清了所有工钱 还每个匠人都包了一个额外的红包 师父太浪费了 胡三实在是心疼 忍不住低声说道 钱就是用来花的 花在该花的地方算是鸡腹了 她说道 看着欢天喜地告辞离开的匠人们 我想月娘也会很高兴的 月娘也会很高兴 这话什么意思 月娘高兴不就是她高兴吗 胡三皱眉不解 阿如听到了自然了解 你还处在这里干什么 那些病床都送来了 还不去看他们安置 她说道 能够再次听到耳边有这样的直屎声音 胡三高兴的睡觉都咧着嘴 是 是 我去了 她咧嘴笑道 颠颠地跑开了 齐悦站在门边 看弟子们做最后的门面修饰 街上看热闹的人不少 大多数目光落在齐悦身上 少不得指指点点 阿如有心提醒齐悦进去吧 但看齐悦神情坦然 迎上民众探究好奇的视线时 还会微微一笑 阿如便也坦然了 想起今天一大早 齐悦和千金堂弟子们说的话 大家还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吧 从今天起 咱们就是同事了 我向齐单名一个月字 欢月的月 大家可以叫我齐姐或者月姐 老师你叫我小齐就可以了 齐月 欢月的月 不是月亮的月 那是她的名字吧 阿如看着 站在人前精神奕奕的齐月 这个才是她 那个月亮已经彻底成为过去了 她自然不会因为过去而影响了今日以及明日 阿如站在她身后 站好 街上 远远的传来爆竹声响 引得人们的视线从这里转开 纷纷询问 丁西侯福放赏了 远处有人喊了声 放赏二字 立刻引得街上的人向那边涌去 好好的放什么赏 齐月笑道 扭头问阿如 哎 该不会为咱们医馆扩大营业贺喜的吧 他自己说着就哈哈笑了 阿如无奈的一笑 神情微微沉滞 狮子爷 今日要走了 他低声说道 齐月慢慢收了笑 点了点头 哦 娘子 去不去 阿如低声要说话 才开口 那边有人乱乱的跑来 千金糖 千金糖 为首的人 手里攥着一张纸 大声喊道 在哪儿 在哪儿 看到他手里的纸 齐月眼睛一亮 在这里 他忙举起手 大声喊道 那人准确定了位 奔了过来 看到他 愣了下 又看手里的纸 那是一张简单的四方纸 上面用大字明显的写着 有急救 请找千金糖 下边 还有具体的地址 以及一些有关事故的提醒 比如 遇到伤者 不要随便移动 怎么进行简单的纸写 等等 这是齐月前些日子 让千金糖印制发放的 为新装修的医馆打广告 后来 因为合理的事 丢到一边去了 没想到发出去不多的几张 竟然有效果 在哪里 什么事 齐月立刻问道 我是大夫 那人愣了下 城外 被马车撞了 他下意识地答道 阿如 愿前急救 齐月回头喊道 阿如应声势 转身就往内跑去 一面大声地喊出来 忙碌的弟子们停下手 旋即轰的一声乱了 院前急救 跟我走 院内急诊准备 齐月说道 一面接过 阿如报来的急诊包 奔了出去 身后 有三个弟子 一阵慌乱之后跟上 车呢 车不是早送来了 快把后门打开 谁让你们堵着后门的 把那线药包挪开 胡三在后边 又是喊 又是跳脚 十几个护卫 涌出城门的时候 远远就看到 鹿被堵住了 怎么回事 有人问道 快去赶走 院友侍卫骑马过去了 里三层 外三层的群众 都看着里面 这是怎么了 一个老头 被马车撞了 这活不成了吧 这么多的血 本来就是 这家人呢 还不快去送医馆 非要让老头在这里躺着 真是的 不孝啊 想要额钱的吧 不是 说是什么 请急救 就是那个女人嘛 议论分分钟 带侍卫 在马上 居高临下 看进去 收缩压降低 凭卧位 口鼻耳出 师傅师傅 用餐腹汤 还是通关散 现在不要针灸 等我人工呼吸的时候 有不断的对话 从这四五个人中间传出来 穿着照衫的女人 跪在地上 对着血脖里的伤者 在胸前用力地按压 还不时地俯身 对着伤者的口鼻吹气 这动作 一开始 引得四周的人轰轰的 但随着这些人 神态严肃的动作 四周的嘈杂声 变小了 除了阿儒外 其他的弟子 最初还是有些慌乱 毕竟 是除了课堂外 第一次参与这种急救 当然 他们不是没进行过救治 只是还不熟悉 齐悦的这种方法 慌乱过后 很快冷静下来 止血的 包扎的 用药的 便逐一进行了 长云城是一个人 来到城门的 定西侯心情不好 再加上 一心认定 这次的事 都是长云城 惹出来的 干脆 送都没送 谢氏带着一干女眷 倒是送出了门 但神色都有些复杂 最终 长云城拒绝了他们送出城门 自己拍马 独行而去 他过来时 也看到被堵着的路 愣了下 千金堂的人在急救 有人被马车撞了 侍卫低声说道 那边 此时也结束了现场救治 在夹板绷带等等的严格固定下 此五个男人 抬起了千金堂特制的担架 人群自动地让开了 长云城看着那个沾满血污的女人 扶着担架 从身边跑了过去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往四周看一眼 神情专注地看着伤者 一手背着医药包 一手按着伤者的头部 口罩外边的眼神 带着几分焦急 但又有自信 长云城看着那女人的身影 消失在城门处 久久没有收回视线 侍卫们安静地视力 连马儿都没有焦躁地 刨蹄喷气 竟然在走之前能见一面 长云城嘴角 浮现一丝笑意 真是很好 很好 他想要收回视线 却做不到 一咬牙 羊鞭催马 马儿受惊 一声嘶鞭 羊鞭冲出去 带着那男人远去了 终于 视线里 看不到了 三月十八 是齐悦搬新家的日子 一大早 来帮忙的人 就挤满了院子 其实 东西已经搬好了 今日也不过是 计造等 做个仪式 将钥匙交给翠芝 齐悦再次看了眼 王家的这个宅子 点头告辞 齐娘子 你干嘛非要再去买别的房子啊 这里 你也可以买下来啊 翠芝说道 带着几分不舍 那边离千金堂更近 这样我职业班也方便些 齐悦笑道 当然不是这个理由 翠芝知道 既然齐悦不说 她也不再问 有空找我来玩 齐悦笑道 拍了拍她的手 转身坐上车 街上的弟子们 已经热着挠挠地远去了 阿如跟着坐上去 冲翠芝摆摆手 马车慢慢地走开了 翠芝一直送到巷子口 站在那里 还舍不得收回视线 姑娘 回去吧 王家来的婆子笑道 也没待多久 姑娘还舍不得齐娘子呢 唉 还真舍不得呢 翠芝也坐上车 叹口气 车夫牵着马前行 婆子在一旁坐着笑 齐娘子这么好啊 能让翠芝舍得老太太 舍不得她 她打趣道 这话到家后 便被传开了 引得王老太太都来打趣她 要不说女生外向 我养了翠芝这么多年 几天呀 就被人勾走了 老太太笑道 屋子里陪坐的媳妇孙子 孙子媳妇们 也跟着笑 嗯 要是齐娘子是个男人 我还真求老太太把我给她呢 翠芝说道 一点也不怕 给老太太捶着尖头 这话让屋子里又笑起来 呵呵呵 你这丫头 没羞没臊的 老太太说道 却并没有半点责怪 那齐娘子真这么好啊 一个孙媳妇问道 带着几分好奇 上一次 齐悦来打架 他们这些女眷 是没亲眼看到 只是 后来听自己男人孩子们讲 再加上外边那些传言 实在是想不出 这个女人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王大公子也在一旁 慢慢地喝茶 听他们说话 是啊 嗯 也说不上哪里好 反正 嗯 就是跟她在一起的感觉嘛 嗯 很 很舒服 翠芝说道 斟酌着词语 一面歪头想着 舒服 这是什么评价 大家笑着 互相问 大哥 你说呢 有人问王大公子 王大公子被问得愣了下 放下茶杯 许是心思宁静吧 他说道 翠芝点点头 嗯嗯嗯 对 对 就是 跟琪娘子在一起 特别地自在 什么都不用想 说什么都没事 他笑道 老太太伸手 戳他的头 呵呵 还不如直接说 是琪娘子 浇灌的你 屋子里笑声 再次响起 王大公子放下茶杯 走出去了 老太太看着 他的背影 也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 让我这老太婆 也尝尝 跟着琪娘子 在一起 是个怎么样的感觉 他似笑非笑 说道 琪月的新宅子里 也是很热闹 送走了千金堂的弟子们 门外又来了意外的人 救护 燕儿一看到琪月 就忘了母亲来之前千叮咛万嘱咐的称呼问题 直接哭着喊着张手扑过来 琪月笑着张手接住 哎呦 好 我们燕儿又长肉了 琪月笑道 将燕儿颠了颠 放下来 长春兰迈不进来 看着琪月 又开始哭 哼什么呀 大姐 琪月笑道 拉着她的手 一面请她屋子里坐 自己则拉着燕儿 给她检查一下 嗯 不错 伤口长得不错 她满意地说道 再过一段时间 我给你做个修复 燕儿点点头 长春兰将一个包袱塞给她 也不往屋子里坐 这是二妹三妹 托我送来的东西 算是乔迁之喜的贺礼 我也不敢久留 这就走了 知道你好好的 我就放心了 她说道 琪月接过来道谢 知道他们在家不得自由 要仰仗谢氏 如今 自己和定西侯府的关系 极其恶劣 长春兰这趟出来 真是冒了风险 不再留她 燕儿依依不舍 哭着被长春兰拉走了 长春兰带着孩子悄悄悄地进门 还没走到自己院子里 就被两个丫头拦住了 大小姐 夫人 夫人请你过去 他们似笑非笑地说道 长春兰心里咯噔一声 立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果然 来到谢氏院子里 长叔兰 长惠兰 都在屋子里 低着头站着 意外的 意外的是 还有长云启也在 你去哪里了 谢氏看着长春兰 冷冷问道 长春兰低着头 去街上买了些东西 你觉得我是傻的还是死的呀 母亲是我 长叔兰开口要说话 母亲 是我带燕儿去看齐月娘了 我想让她看看燕儿的伤 长春兰立刻说道 接过了长叔兰的话 既然如此 你还不如搬到他那里去住 这样看得多方便呢 长春兰跪在地上 还没说话 不知什么时候 站到门外的燕儿冲进来了 哼 我就去跟舅母一块住 我才不要跟你一块住 坏人 他大声喊道 说吧 扭头就跑出去了 谢氏气得浑身发抖 长春兰忙追了出去 让他们走 谢氏喊道 长叔兰和长惠兰 低着头 也不敢说话 母亲别生气了 小孩子家理他呢 长云起碰茶过来说道 谢氏接过 稍微舒了口气 你明日就现世了 别在这里了 去早点休息吧 你父亲性情不好 也就不给你大操大办了 按习俗 入考场前 家里都会举办宴席 为考生祈福 让母亲操心了 实在是不用 长云起笑道 谢氏点点头 对他的态度很满意 放下茶杯 长云起立刻告辞 姐弟三人走出来 长惠兰看着长云起 冷笑 大哥不在家了 总算你这个好儿子 能出头了哈 他似笑非笑道 长云起似乎没听到 石石然走了 长惠兰气得跺脚 真是什么娘 要什么儿子啊 心真狠 他说道 说完 看到了一旁的长书兰 面色尴尬 顿时也尴尬了 长云起和长书兰 是一个娘 那个 姐 我不是说你 我不是 长书兰拍了下她的手 行了 我知道 别解释了 快去看看大姐吧